大家好,我是混水,欢迎留言分享,comment,like,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 还有一些经济学的知识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30万的免息分期个人理财信用卡裁技已经成为过去 最新是已经可以去到52万或以上的超级裁技 除了可以立即帮大家免息分期,可以拿到这52万的流动资金之外 也都有其中的15万是可以好像永续机那样择住数,不需要立即去找数 这种的52万财技是在现在经济更加困难 甚至乎河洞潮发生的势度是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去度过经济难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更加多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唱和打赏服务,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单 之前政府就说,这个施政部就说发展这个的低空经济 现在这个美团3690就说这个是福田口岸的航线的无人机 昨天正式开航,就为国内首条设在口岸区域的 指定的降落点那里拿货 说起这个的空头服务,我觉得最早应该是大概 七八年前左右,那时在阿玛索推出了这样的缝磨 就是外国那时就叫事行了 就是你上网落单,然后你那件货或者食物 就能够用这些这样的无人机 就投到你在那个门口当中 当天就很多的香港人就说这个的服务 有机会在一些城市就未必那么容易实行到 原因就不像外国那样的空旷地方比较多 香港就是叫做高楼大比较多 那么变相你实行的难度就增加了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美团就尝试一下这个的空头服务 那么落单之后就最快10分钟就可以在指定降落点取货了 对,那么这个服务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搞低空经济,我就不是说那么乐观 觉得低空经济很容易可以发展得到的 又或者这种科技呢,我觉得可能要看看一些科技大国 例如美国的那个实际应用 那如果你说中国会突然之间跑先 比美国更加有一个更实际的应用 我觉得是难的 就是譬如人家搞电动车我们搞电动车 人家搞的电动车是Eomus 就是比较是一个商人自由市场的方式去搞的 他没有政府资助的嘛 那么中国你要搞那些产业化的东西呢 一定是要搞大堆头的政府资助你才可以觉得起的嘛 那么现在低空经济呢,那么我又觉得那个需求很大 就是第一,譬如内地的人工都尚算便宜,那是不是真的 要用到这些的低空经济呢 譬如我们之前都有一集去分析过的,就是现在呢 就是基本上跑外卖呢,我们在香港呢 看到的那些做外卖的外送员啦,Food Panda也好,Kita也好呢 那你都一个人的,就是那个外送员,在餐厅摸完那些东西 就直接送去目的地,大陆不是的,大陆是可以有两三个人的 就是有一个人呢,他送去大厦的mobby那里 然后再有另一个人跑楼梯跑上去 那你是可以人力资源平满到这个地步的 那你到底低空经济你有多大的那个优势呢 因为你弄低空经济,那你都是想,譬如你美团一定是用来做送餐的啦 那你用来做送餐,你都是想减省那些人力成本嘛 那但是如果内地的人力成本都不贵的话 其实你没什么一个很大的经济有因要发展这个东西 就是除了是一个炒股票的兼命之外 或者好像被人觉得我们有一些新风的血肉 或者是一只Food Panda的外送股,我们是有一些新概念 就是除了炒股票之外,是没有太大的意见 因为它根本跟你现在现有的商业模式 是没有太大的协同效应 那既然你人力资源太便宜的时候,你不用发自己一样的 那其实香港都是,就是香港,香港就更加能够 就是香港根本都不是科技的前端的一些经济体 就是你说我们搞低空经济,那我们没有一些很好搞科技的同样子 我们没有嘛,我们最聪明的是我们是搞金融嘛 所以香港又难做,大陆又没有有因去做 又或者你可能要用举国体责去做这一样东西 但是这一样东西你不像芯片 芯片就像台湾那样,就是用整个经济体的力量去推出来 那你低空经济,你那个实际的应用也好像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我是有点看淡这些低空经济 就是你当股票的概念,炒一炒OK 但是你说可以有实际应用的部分 就未必是这两三年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那那然有没有什么补充 对了,就是你看到这些低空经济的 你说那个gimmick当然有了,就是无人机送餐或者送货 听到当然是一些新的科技 那当然我相信它技术上是能够做到的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将这件事商业化呢? 这个我诚意,这是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就是这件事是一个破坏性创新 就是你现在中国大陆说的是千多万人 是在做那个外卖,就是送离地坏户 类似这样的工作 那更加有些好像你所说的,是跑楼梯式 就是集合那些外卖再送去一个建筑 那些这样的工作 你如果真的将全部那些外卖的服务 都用了这些无人机去取代 第一时间就是有千多万人 是会面临失业的危机 那你见到中国其实在做一件事都叫 什么共同富裕 之前在罵那些美团 腾讯那些就是他们抢了那些 平民百姓的生意 那就是那些上网做团购,买那些街市的菜 那些肉 竟然是更便宜过普通你去街市那里买 而且那些还包括送给你 就是这个情况是这么夸张 就是你会发展到这个情况 就是你抢了那些平民百姓的生意 那这个是会影响了民生 你如果真的一次这样推 我相信都未必是那么顺利 那你当是真的取代那些平民百姓的那些外卖车手 或者那些外卖步行的步兵 那这个情况应该是挺严重的 我想政府有机会是将这件事慢慢撒停 或者慢慢令他安置好那批人新工作 才会再搞定 那情况是类似那些自动驾驶都是 现在有些自动驾驶的士在前海走着 就是几百驾就试行着 之前就说吹这个Tesla那个FSD系统 都会在中国那里落地试行 那但是中国讲的都是有 这个八位数字的职业司机在做事 那如果真的全面用这个自动驾驶取代 这帮人呢 如何安置他们那个新的就业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 那就是我都同意你的分析 那低风经济这个部分 我想我都没什么太大捕装 不看你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去下一单新闻 好,我来看看这单先 那现在这个外媒呢就报道了 那一年之内呢就和大陆就转移 1.98万亿元的资金 那富豪呢就当然了 是想走资离开中国了 那我想这个都不是一个叫做新的议题 就是你看到其实这十年八载 或者十几年呢 都其实你继续都会听到一些的新闻 就是说一些的内地的富豪就想走资 或者未必是富豪 一些中产以上呢 其实都是有一个走资的趋向 但是当然啦 你说有些人就想在中国继续做生意 但是呢都有一些人呢是想 离开中国的将有资金 那现在就说有些不同的新的方法 出来了 第一个最热门的方法呢就是说 会利用这个的加密货币 就是大致上应该是将那些的资金呢 就转成那些的USDT 就是一个同个美金那个汇价 差不多等值的一个资产 然后再将它转出中国的 因为现在就 你说真的靠那些什么 蚂蚁党啊 或者其他方法去到走资 这个是相对难的 因为现在大陆普遍就 不是很用现金的 就是多数你就算平民百姓去做 支付的操作都好呢 都是用那些支付宝啊 这些方法去做买卖的 而且你银行呢 按钱的一个限制都在 除非你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如果不是你都不能够从那些大陆银行 按到一个很高数量的人民币 所以如果你说走资呢 就要用一些的 可能就是叫做加密资产那些方法 那USDT那些就成为了一个 新的渠口这样 是的 那USDT成为了 这一个的走资货币呢 其实都一段时间的 那譬如 有时候你都会身边有些朋友问 会不会唱一下U啊等等 我身边会有些这样的人去问 那我通常都会特别去帮他们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些钱 到底是不是来力不明 那是经常呢 可能是 你只能够说那些叫做点投资交 Agradance Agradance就会到处去问一下这些 就是应用什么U啊 转一转等等 但其实呢你用U去转钱呢 都有一个风险的 第一就是它不像比特币那样 比特币就真的是去中心化 U就不是去中心化的 因为U你背后还有一个发行箱 就是那个FETA的发行箱 USDT就是了 那USDC那是一家 C字头的公司 那你背后是有发行箱的话呢 其实你只要呢 那个监管机构去联络回那个发行箱 那那个发行箱就可以找得回那些Wallet 如何转来转向 然后再针对着那些Wallet呢 就进行冻结 那所以去到最后呢 就是USDT呢 你如果是做一些 是这么大规模 或者监管机构觉得你小挨 如果特别去搞你 开筷子搞你的那一种transaction 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大到某一个位 就是你转可能是过亿的 那很难说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蚂蚁搬家的 可能几十万啊 一天啊 然后你化整为例 可能当你要转三百万的 那你用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几万几十万这样转呢 你ok的 或者你再找到几个币 就是大家打来打去 掩人掩目 multi layer 分层式去做 那其实是做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一去到呢 太大额的话呢 你就真的要用一些 去中心化的货币 那当然就只有Bitcoin 那你就只能够用Bitcoin 可能就是 大家在Code Wallet那里射来射去 就是你只能够是这样去做 所以就是 我对于这宗新闻的一个补充 就是这一样东西 对了 就是你用Bitcoin冷钱包走 就是最安全了 就是你待着手指 我想你出境 都未必是周到你的 但当然你都要找到些人 肯接收你的人民币先 就是大陆你说真的要硬挖挖 接收你的实体人民币 他都要找方法去到 去到进去正常的银行系统那里 都未必有那么多人愿意这么做 肯呢我相信都是 就是起码被一定折让 就是你几个百分之以上就走不掉 还有我之前听到的一些案子 是用一些邮卡那些走 就是大陆你入什么中石化 那些会给你一张邮卡 然后你就叫那些 脚的人就拿着邮卡去到出境 那些邮卡出完境之后 那些就变了一些的境外人民币 都是用一些这些叫土方法 就是以前就是用这个人民币 带着实体的 就走到香港那些叫蚂蚁党 那十几年前就好兴 有些什么禁钱党 蚂蚁党 但今时今日就是玩一些邮卡 都是用一些实体的方法 把那些钱搬来中国 那都算是大同小异 都是一些实体的方法离开中国 那自己的艺术品 就一向都用了很多年了 那艺术品呢 但是这十年呢 门槛都高了 就是因为多了那些 什么AI变色的技术 比如艺术品就很肉 其实可以蚂蚁搬家 比如我在大陆当 我在大陆有张朱德国 那现在朱德国的市家 就去到 就是看size 看什么时期 那一百万到八百万都OK 那你其实是一幅画来的 你拆了一幅画布 卷起它 放在一个卷族里面 那它就是一个 未完税的一幅画 那你那个海关人 十年前 你不懂得分 到底那幅 的作品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你这么多人口来往的 人次 其实你不会个个都查的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一些 几百万价值的东西 就由大陆搬到来香港 或者搬到其他地方 那如果那些海关的职业 是没有那个艺术的自身 是可以判断到那幅画的真人 就是我都没有 所以我都不是说自夸 就是我都没有的 那你就可以把那些东西搬回 就是搬走了 那你搬去一个 就是一个相对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的地方 例如说香港 那你就可以 就是找到来吐热 那如果你那件东西是增值的话 那基本上都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市价 那就是譬如什么照顾极 朱德群 钟啊 凤年这些 其实大部分都有一个公认的市价 那你就可以走到那笔钱了 就算你的幅画是假 都无所谓 总之呢 你在香港的那个摺头人 或者那个摺头单位 他认就可以了 他认呢 你就可以用这一样东西作为一个理由 就套了一些钱出来 那所以真真假假那些东西就很难去判断 那但是 艺术品呢 现在都不高的 譬如 我所知 我作为一个收藏家 那我都知道大陆呢 是 不定时都会公布一些名单 譬如有一些 名单的艺术品 通常都是那些名家的艺术榜 你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搬下来的 你要申报的 那当然他捉你也有成本 他不会说 就是当有一百万人次一天 在大陆 每一个城市来香港的 他不会一百万人都 逐个手袋去查你的 但是当是乱动 你不小心被他周到 然后你没有申报的话 你就糟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个机率游戏 那就是艺术品走之下 走了很久了 但是这几年我相信是难了 就是因为 那个铐照的技术 你可以放在AI那里 就是他很简单 他就先搜索了你的画 然后留下你的个人的关系 那真真价价那些东西 你的画是他那一刻 才是真的 但是他就拿了一些的 你搜索了 那你之后就是 找了一些AI去查 什么差那些东西 你可以很快去解业到它的 那现在就相对地是难做了 那我觉得就 加密货币啊 或者是这些艺术品 走资避税 或者是 就是 洗黑钱呢 就从来都是很盛的一些工具 但是加密货币 就会比较容易去对 因为艺术那些东西 你那个对头人他要有型的嘛 就是你艺术品始终都是很主观 又或者那个人你会拌开艺术的 你真的知道这些东西是哪里的 你拌开都未必分到那些 那是建议楼啦 那你不知道他给些什么货 你去抵押 或者给些货你去交收的嘛 那但是 加密货币那些东西呢 就是 你银包那个 的条码那些东西呢 就是你的Wallet Address 那些东西你 没得骗的 所以相对地呢 就 就是各有千秋 那这个就是一些小小的补充 是的 就是你说就是 就资的情况 我相信就 怎么都会有需求在 就是你始终是多还是少 而且那个 市场会自己调整 就是 有些说什么 收你几% 到10%那些 那些服务费 那你如果就是 更加难走资 那些服务费 就是多一些 那些人都想留在中国 也都有些人是想走资的 就是那个现实的情况 今次想介绍在 现在这个市况里面 几有趣的两套 股票策略给大家 第一套股票策略呢 就叫做Event Driven Approach 中文就叫做 事件有道炒股方法 那如果大家对于 港股美股 而加一个很艰难的市况 是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我希望可以学多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联络一下 90后投资经理阿燕 填一填那张Google Form 那张Google Form 也是放在Caption 和留言那里 那你可以找他联络一下 不需要经过我的 另一个就是TraderK 的AI炒股方法 TraderK 近年就研发了一套 AI炒股系统 这一套系统 也是 拿了科学员的奖项 也都尽注了在里面 末然之已经得到业界的认同 这一套的方式 似乎在现在的市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可以带到给观众了解和认知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种炒股 或者资产管理的方式 都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填一填 下面那张Google Form 去找一找TraderKey 让它去和你分享多些 它的股票心得 和这一套系统 AI的技术 如何在现在这个市况 可以制敌先机 和出其制成 首先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omment like share 我们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是刚刚才开始营运 亦都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紧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一件事是非常之紧要 如果我平时喜欢看我的视频 亦都多点去看 多点去loop 最紧要就看完整条片 那我就无言感激了 除此之外 我们亦都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画 这个80元的会员计画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专有环节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100条 我们亦都会解答回100条 所以是非常之划 除此之外 我们亦都有一个pay me 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就算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都可以见到这个pay me code 和pay me link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希望可以打上一下我们 还有亦都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 只要你在pay me打伤里面 包括一些你想讲的讯息在里面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借这个平台宣扬开去 这是一个点唱服务 我亦都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最近比较受欢迎 就是教大家如何利用52万的信用卡 免息分歧的财技 而且还可以有15万 乘住不需要找的这种方式 去帮大家度过这个现金流的难关 那这个产物都非常之受欢迎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去在现在这个市况那里 知道怎样可以增加自己的现金流的话 亦都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 除此之外 我的patreon也都有一系列的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经济金融资本市场的黑幕内幕 那也都是有很多的podcast 影片 和我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爆黑幕的特备专有环节 还有文章和ebook e-magicine 是给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的 那patreon之外 我亦都有一个fortune ensign prime的订阅产品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金融上市公司方面的分析 或者在财技上面的知识的话 就可以订阅我这个产品 亦都可以看到最近我的股票上面 或者加密货币上面 有些什么的部署了 还有我自己也都出了七本书 如果你对我七本书都有兴趣的话 亦都可以pn我 又或者是去回我的一个卖书的网站那里 去多多支持